据国家统计局公布,中国去年的GDP为114.37万亿人民币,按年增长8.1%,这当然不是一个正常的增长率,不可能长期维持,但这个增长率却可以反映中国经济适应新冠疫情的反弹能力。 新冠疫情2020年初最先在中国的武汉爆发,西方国家起初还以为中国的京,制会因而严重受挫,结果是中国处理疫情的成效远胜于西方。 2020年,美国的GDP出现了负增长,跌幅达3.5%,而中国的GDP在当年仍可维持正增长,增幅为2.2%,到2021年,美国原以为自己之前一年跌得多,反弹能力应比中国强, 结果美国的GDP在无限QE下,估计亦只是增加了5.3%,远低过中国的8.1%,两年合起来计,中国增长了10.48%,美国却只增长了1.16%,中国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9.32%。 GDP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,以上的数字显示,中美的国力差距正在进一步收窄。 即使在美国拉起警报,纳致要全力追赶的情况下,亦一样力不从心,事与愿违。 原因是美国的政经体系已明显老化,双积累过多,已失去良性互动的能力。 在这种情况下,美国越是搞事,美国自己就越难适应。 之前与中国打贸易战,就得不常失,近期煽动乌克兰脱俄,也反令自己陷入困境。 很明显,美国已失去了主导世界的能力。 其实,中国的经济规模已远超过美国,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,中国的GDP早于2014年已超越了美国。 再加上这几年的增长差距,中国的综合国力已有机会比美国高出四分之一。 于是令到美国在企图压制中国的发展时,处处却有点力不从心。 不过,若指汉明以上的人均GDP,中国去年仍指示80976元人民币, 折合1.225万美元,仅比全球的人均GDP1.21万美元多一点。 更指示美国人均GDP的五分之一,但中国有14亿人口。 加上中国人勤奋好学,克苦内劳,在教育水平提高后,中国人的实质人均生产能力绝对不容低估,否则中国何来这么强的出口能力。 相反,美国的精英教育虽然成功,但普及教育却十分失败。 很多年轻人在求学期间已开始吸毒,滥交,无心向学,出社会之后很容易就误入歧途。 美国是被关进监房人口比例最多的国家之一。 难怪美国的劳动人口近年日益下降,所以美国的人力资源一直得不到充分的利用, 有时甚至会变成社会的包袱。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角力,首要比拼的是国民的质素。 中国以前经济落后,人民连吃饭问题都未能解决,结果大部分人都没有受过教育。 现在中国已进入小康,已有足够的能力让自己的子民接受应有的教育, 中国的父母与子女都不会放过这个向上的机会。 单是这一点,中国已可以把很多国家比下去。